白天我用计算机玩上午玩游戏机 我已经当半职业选手两年了 21岁的向莎莎是一名会计师 白天上班对着数字 下班之后就摇身一变 成为团体对战游戏英雄联盟 League of Legends的女战士 莎莎从小玩电动游戏来打发时间 但因为觉得嗜好和其他女同学不同 而不敢告诉别人 她甚至会在游戏中隐瞒自己的性别 玩游戏的时候不是游戏都会有名称吗 取一个名字 我都会取一些比较男性化的名字 因为是五对五的游戏嘛 两个队 然后这个队就可以跟这个队发信息 然后你就会说 有个女孩子这样子这样子 她们就会特别的很想要赢这样子 很像云外民就是 就是不能输给女生这样子啦 性别歧视嘛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这个游戏就是 天生女生就是比较劣势一些的嘛 对不对 男生在竞技方面就是比较会有优势 拥有一个高进行水平的女生真的是几率非常小 所以按比例来算的话 女生在这个圈子要达出一个名字是很难的 尽管如此 沙沙两年多前 误打误撞地加入了一支全女子电竞团队 Asterisk 团员们白天都需要工作 下班之后才能训练 她们也会在空闲的时候观看对手的游戏视频 沙沙说 虽然女性的电玩竞技感不比男性强 但能够和另外四位同伴并肩作战 队友之间的默契也换来不俗的成绩 女孩子方面的话就是比较细心比较敏感 所以队友之间的话交流跟沟通会比较 更容易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然后我们说话会比较小心 相处会更融洽一些 就虽然说我们是队友对吧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更像是好朋友这样子 因为我们平时除了游戏方面 我们也会分享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关系 一个团队关系在英雄联盟里 每一个团队游戏是至关重要的 沙沙的队友们说 她们也遇到不少人对于女生打电玩产生误解 我觉得玩游戏的女孩子 人家都会觉得你很没有女人味 因为通常玩游戏的人都是男孩子 他们都会把你当成是兄弟 我觉得男生大多数都会觉得 女生不会太会玩游戏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在 Arcade 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个 Arcade Machine 就玩玩玩 然后有一群男生挑战了之后就觉得 为什么一直打不赢这个女生 而且她明明是一个女生啊 为什么那么厉害 其实不论男女 职业或业余 电竞玩家应该都期待着本地电竞市场的迅速发展 贸工部长陈振生 今年9月在国会中提到 去年全球电玩和电子竞技的总产值 就超过约1900亿新元 其中近一半来自亚太区市场 在本地 电子游戏的开发和分销 前年就为我国赚取了19亿5000万新元 世界最大的游戏展 Gamescom 明年10月也将率先在新加坡 举办第一个亚洲场 为期4天的游戏展 预计吸引至少3万人参加 这也有助于我国成为本区域的数码游戏 和电竞中心 为了培养电竞领域的人才 本地大专学府如南洋理工学院 也提供电动游戏设计的课程 学院的互动与数码媒体学院院长 回复前线询问时说 电玩和电竞业的发展 将带动新的市场需求 如制作电竞团队的宣传动画 周边商品和数码内容 他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看到本地设计的游戏 在电竞比赛中亮相 前年 新加坡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协会 也在全国青年理事会的支持下 创办了电子竞技学院 21岁的Jerad 今年头就报名参加电竞学院开办的 解说员课程 还获选加入电竞解说员指导计划 朝自己的梦想职业迈进一步 电竞学院除了有两三个小时的素装班 也有为期几个月的课程 学院去年还开办了电子竞技的专业文体课程 来提升玩家的技能和提供电竞行业的相关培训 职业的空缺可能50到100个空缺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看不只是电竞的话 就是整个游戏开发 游戏运营这些主持这些电竞节目项目的 很多公司都会觉得 其实在新加坡设点 来用新加坡来在整个就是东南亚做活动的话会比较好 所以这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方面就约 这些公司都在找人 对 I want to work as a shoutcaster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The thing is if there were regular tournaments right you will be able to earn a living off it Currently right now maybe you can get jobs like maybe once a month around that and maybe a bit more frequent during like peak periods when there's more tournaments but if tournaments happen on like a weekly basis I'm sure you can definitely make a living off it 电子竞技第一次登上东运会舞台 我国选手怎么备战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